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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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回来也不说一声呀 我还什么都没安排呢 本应该早一些归来 中途碰上重要的事 需要处理耽搁了 没关系 只要师父回来就好 师父饿了吗 长青煮了些好吃的 是吗 那就拿来让为师试试吧 不好 那东西可不能让师父吃 师父 那是专门为阿南做的 他可喜欢了 下次我们再重新为师父做吧 师母 你又卖我 对了 师父不是说带师妹回来的吗 师妹呢 贤哥 这两位就是你的师姐 这位是千凡 这位是长青 师 师姐 你 你们好 我是师父的三徒弟 贤贤哥 我 咬大舌头了 咬大舌头了呢 师父 我想亲子可以先回去吗 我要逃避现实 这位就是师父说了好几次的三师妹啊 我就是你的大师姐了 贤哥师妹 我是二师姐 长青 师父教导师姐的时间是三个月 贤哥师妹也只有五个月 而我是七个月 赢了 没想到三师妹居然是小孩子 师父这么正直的人 应该不会对小屁还感兴趣 哼 以后我们就叫你小哥了 我说 师叔他好小呀 你说 师祖他是不是有什么奇怪的 不想挨揍就闭嘴吧 你没感觉到这位师叔有神像吗 真的假的 贤哥 你与两位师姐初次相见 却不以真身示人 这不礼貌 哦 对不起师父 我太紧张了 快就变回来 岁月 快快 这 孙师叔 抱歉 二位师姐 这个才是我真正的样子 道尊主人给了我权限 若是需要切磋的场地 我可以去安排 嗯 嗯 嗯 师祖他干嘛去了 让他们三个独处 真的不会有问题吗 好像是弄什么法器来着 我也没听清楚 啊 师姐的麒麟刚刚说了什么 切磋 完了 救命啊 师父 我好像被师姐们讨厌了 这是为什么呀 啊 啊 啊 小明 啊 小哥是师妹 不能迟到 你快松口 居然敢直接咬我的本体 你这小家伙 胆子还挺大的呀 啊 啊 啊 瘦皮的小孩子 要给点教训才行啊 啊 啊 小明 啊 啊 啊 这两位应该就是先生说过的大弟子和二弟子吧 初次见面 你们叫我石月阿姨就好 以后我们家小哥就要麻烦二位师姐多多关照了 妈妈 小哥是阿姨唯一的女儿 要是她被欺负的话 阿姨我可是会很生气的哦 哎 妈妈 你别听乱了 师姐才不会欺负我呢 嗯 小哥 好了好了 你快回去吧 那妈妈就先回去了 你们要好好相处哦 啊 妈妈也真是的 小哥 刚才那位灵犀强大的前辈是你的娘亲 你是不是要跟我们解释一下 嗯 还有和师父的事 啊 我我知道了 一百年 时间一到 有自主意识的神像 嗯 因为时间流速差啊 我那儿已经过了一百年了 输了 啊 成亲师姐 我不是陪师傅最长时间的徒儿了 完蛋了 成亲师姐 师姐 你振作一点 和我一起修行的那一百年间 师父可是经常在我面前夸你呢 真的 当然是真的 她说师姐不仅身负玄英之气这种超级厉害的天赋体质 在剑道修炼上也十分用功 是她最看重的弟子 让我以后一会儿都在学习 你的大师姐是统帅皇天界的人皇 也是继承为师一波的传人 未来你要辅助好你大师姐 让她成为古往今来最厉害的人族之皇 让咱们诸天万道宗的名号 向彻诸天 明白吗 师父就是这么说的 既成一波 突然觉得压力好大呢 最看重的弟子 她俩也太好忽悠了吧 神家这些话术 你学着点 这些都是我胡说八道的 还好没暴露 贤哥没有两位师姐这么厉害的天赋 加上身为岁月花 在化行前几乎是没有自保能力的 所以师父才会陪了我这么长时间 贤哥愚笨 以后还请师姐们多多指教 指教什么的太见外了 我们都是师父的弟子 以后就是一家人了 要是谁欺负你 你和师姐说 师姐帮你劈他 谢谢师姐 你们能相处得这么融洽 看来为师的担心 是多余了 师父 这样子 这需要引起来终点 这样子 先生